前段时间我为一个糖尿病足患者做了截肢手术 在小腿平面做的截肢 为什么要做截肢呢 因为它的血管从大腿到小腿 再到足部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毒涩 我试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足部的血液供应确实是没有办法去恢复 足部大面积的溃疡 久治不愈 不得已为了截肢保命 在手术中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本来动脉的血管应该是非常有弹性的 可以伸缩的 但是它的动脉血管却硬得像水泥管 像骨头一样 没有任何弹性可言 而且动脉血管非常的狭窄 这和我在手术前 血管造影看到的影像是一致的 只是手术中的画面更加的真实而已 既然腿部的血管变得像骨头了 身体其他部位的动脉 也好不到哪里去 例如眼睛 大脑 肾脏 还有心脏 以及主动脉 动脉血管是为人体输送氧气和营养物质的血管 如果堵住了 或者是部分堵住的 如果没有弹性了 那么动脉的功能就会完全丧失 或者是部分丧失 这就是心脏疾病 以及血管疾病的基础之一 那么这也会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所以 如果我们希望自己能够更长寿 更健康 那么干净 有弹性的血管是必备的条件之一 这也是许多的科学家们研究长寿的老人所发现的一个共同点吧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动脉钙化 动脉钙化有什么表现或者是症状 为什么我们的动脉会钙化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是改善这个问题呢 不管你有没有医学知识的基础 我们都知道钙应该是在骨头里面的 至少绝大部分应该是在骨头里面的 虽然正常的情况下 血管里面也会有钙 但它们是以流动的形式存在的 就像盐溶解在水里面一样 变成了离子 不像骨头里面的钙 它们是以结晶的形式而存在 它们是硬邦邦的固体 骨头里面的钙呢 其实也是从血管里面运送过去的 就像用水泥做房子一样 骨头里面的骨细胞像建筑工人一样 利用钙盐在骨头里面一点一点的积累 最后让骨头变得又强又硬 那么这个过程就称之为钙化 但是在人体里面钙化不仅可以发生在骨头上面 钙化也可以发生在软组织上面 例如关节里面的软骨 骨头周围的忍带 例如心脏里面的绊膜 例如动脉 这个钙化的过程和骨头是一样的 由于今天我们只谈动脉的钙化 所以说的通俗 一懂一点 动脉的钙化就是动脉里面长满了骨头 研究发现动脉里面的钙和骨头里面的钙 是同一种类型 也就是枪击灵灰时 这让软的血管变成了硬的血管 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心脏是不断跳动的 我们的动脉也是随着心跳一伸一缩的 你可以摸一下你颈部的动脉 这是最好摸的一条动脉 你可以感受得到它和你的心脏一样跳动的节奏 可是如果动脉血管变硬了 它还能不能这样非常有弹性的跳动呢 如果不能 那它又如何有效的帮助你调节好血压呢 这也是我在许多病人身上可以观察得到一点 动脉的钙化可能会带来高血压的问题 那么高血压反过来又会加重动脉的钙化 它们之间可以互为因果关系 而且不受控制的高血压 还可能会带来心脏病的发作 或者是中风 还有肾功能的损害 以及势力的丧失 那么这些都是公认的 虽然动脉的钙化可以在全身的血管中发展 但是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冠状动脉钙化这一块 因为冠状动脉是给心脏的肌肉输送血液的动脉 它非常的小 但是非常的重要 一旦出了问题 轻微的情况下 如果运气好 你可能不会有任何的症状 稍微严重一点的话 可能会在剧烈的运动 或者是生气之后出现胸痛的症状 但是通常会在几分钟之内消失 严重的情况下 我们的心脏可能会停摆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剧烈的胸痛 肩膀和手臂的疼痛 还有脖子以及胃部的不舒服 那么请记住 这些症状都是急症 如果有的话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尽快到附近的医院 胸痛中心去救诊 我们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心脏出问题 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心脏的血管 变得像骨头一样硬 所以冠状动脉疾病 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疾病 因此目前关于这个疾病的检查项目也是比较多的 通过对心脏血管做详细的CT检查 可以了解冠状动脉里面钙质的多少 也就是冠状动脉钙化积分 这个检查是可以作为一个评价或者是预测心脏病发作的风险的指标 如果你的评分是0 那么这意味着心脏的血管里面没有沉积钙 这意味着心脏病发作的风险会很低 如果评分在100到300之间 那么意味着接下来的3到5年 心脏病发作的风险会比较高 大于300的话 你需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这意味着非常严重的心脏病发作风险 这也意味着更大的死亡风险 对于身体其他部位的动脉钙化 目前医学界并没有太多的研究 但是我们可以从心脏动脉钙化的情况来进行推论 身体其他部位动脉钙化 对整体健康的影响绝对不会小 总的来讲 动脉钙化的这个过程 本身并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不舒服 因为它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 就像代谢综合征的朋友 他们的血压升高 血糖升高 以及尿酸的升高 非常的缓慢 慢到让你感觉不到 但是如果他们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 大面积的破坏了人体的组织 人体无法进行调节和耐受 那么这就会给你带来疼痛的问题 组织和器官 供血不足的问题 以及神经系统的问题 这是动脉钙化 下游后果带给你的各种痛苦的感受 以及更大的死亡风险 所以人体内部的一切的运作都应该是有序的 就像骨头的钙化 是理所当然的 这只不过是骨头应该做的事情 不然骨头就会变成软骨头 无法有效的支撑起整个人体 但是呢 在正常的情况下 动脉不应该钙化 它应该保持柔软 有弹性的状态 既然有的人动脉里面发生了钙化 那么人体肯定不是无缘无故的做这样的事情 它应该是对某种问题的自然反应 但是如果要说明白的话 这其实并不容易 因为目前并没有完美的科学解释 但是也是有一些研究发现的 第一个发现的就是衰老 这也是医学界近几十年来广泛认为的一个原因 我不否认这是一个原因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原因 这似乎承认了血管的钙化是人生的必然 就像死亡是唯一的终点一样 不知道这一点你怎么看 请到评论区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吧 第二个发现就是糖尿病 但是并没有太多的研究提到高血糖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动脉周样硬化 肾脏病高血压 以及骨质疏松症的问题 当然还有一些遗传因素 以及还有一些我没有去了解的问题 还有一些研究也提到了 炎症是动脉钙化的促进因素 但是所有的这些研究都没有提到 它们和动脉钙化是因果关系 都只是说了关联 那么这就充分证明了它们之间的复杂性 我认为宏观上来讲 一切的问题都只是不平衡所带来的结果 在围观上面讲 我们的血管里面有一些干细胞 在特定的条件下面 它们可以变成任何的细胞 例如骨细胞 有一些蛋白质在血管的钙化过程中 也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 它们有的会促进血管里面的干细胞 变成骨细胞 从而推动了动脉的钙化 有一些则会抑制血管的钙化 我们的骨组织也是这样的 骨头里面的成骨细胞与破骨细胞 也会受到这些蛋白质的调控 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 平衡被打破了 那么就会走向两个极端 要么骨质疏松症 要么骨质硬化症 那我们现在直接说重点 到底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动脉钙化的这个问题呢 或者哪怕可以改善一下这个问题也行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什么绝对行之有效的方法 因为这个问题的原因太复杂 如果只是单一的因素 那应该是有机会解决的 所以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应该等到问题出现了 严重了 再希望通过灵丹妙药去完全的化解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重点是在预防 既然严正是动脉钙化的起始因素 我们普通人可以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去减少慢性的炎症 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良好的生活方式以及饮食方式 并且你需要尽可能的多看我之前讲过的视频内容 但是对于已经形成的动脉钙化 也不是完全的没有任何办法 针对引起动脉钙化的不同机制 现在也有一些正处于研究阶段的方法 例如骨质疏松症疗法 慢性肾病疗法 以及心血管疾病疗法 那么这些都是需要医生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 采取的药物治疗方法 这其中每一个具体的方法我不详细讲 我把链接放在下面 有条件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查阅 接下来我重点讲一下MGP以及维生素K2的作用 首先MGP是抑制动脉钙化的一个蛋白质 如果它起作用的话 那么动脉就会抑制钙化的过程 维生素K2充当了一个激活物 它可以激活MGP发挥应有的作用 所以如果身体里面有充足的维生素K2 那么至少在这一条路径上 是可以控制动脉的钙化的 这也是一条很重要的动脉钙化路径 而且维生素K2也在预防以及治疗 骨质疏松症的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可能是通过激活骨钙素来起的作用 所以在钙充足的情况下 如果缺乏维生素K2 钙也许不会到骨组织里面去 而是在软组织里面沉积下来 那么这就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维生素K2的重要性 然而由于当今社会饮食结构的变化 许多人是缺乏维生素K2的 虽然你可能不会有非常明显的临床症状 第一个原因是维生素K2的来源不足 我们的身体可以把极少量的维生素K1转化为维生素K2 但前提是肠道的维生物结构正常 但是在加工食品满天飞的时代 在抗生素滥用的时代 想要拥有多样化的维生物组并不容易 这里意味着我们需要吃进去 足够的富含维生素K2的食物 纳豆是含有维生素K2最多的食物 猪肉 香肠 硬奶酪 还有蛋黄 以及鸡肉也含有少量的维生素K2 所以你可以对照一下你自己 你是不是属于我刚才提到了这一类人 第二个原因是你吃进去的维生素K2 你能不能吸收 维生素K2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 如果饮食中没有足够的优质脂肪 如果肝脏不能分泌 足够的胆汁 如果有脂肪肝的问题 有胆囊的问题 还有胃的问题 有肠道的问题 那么这些都会抑制你对维生素K2的吸收 所以不用我多讲 你应该明白 健康的消化系统是我们吸收营养物质的关键 也是我们整体健康的关键 第三个原因是关于他丁类药物的 2015年的一个研究提到了一个观点 那就是他丁类药物会抑制维生素K2的合成 但是关于这一点 后续并没有更多的研究来报道了 所以有没有必要针对使用他丁类药物的患者 提高维生素K2的摄入量呢 或者是使用维生素K2的补充剂呢 我个人认为我们是需要使用维生素K2补充剂的 同时最好还合并使用维生素D3的补充剂 但是请不要把我刚才说的这句话当做是医疗建议 说到这里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动脉的钙化是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 它不只会对我们的心脏产生影响 不良的生活方式以及慢性的炎症 是引发动脉钙化的基础因素 身体里面缺乏维生素K2也是一个关键点 可惜我们现在并没有绝对有效的动脉钙化的治疗方案 就算有冠状动脉钙化的逆转也只是个案的报道 那么做好预防工作就是重中直送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